在这一小节我们就是要做出这个可以调整角度的斜坡 我们先从Google里面输入这个 然后点这边进来 我们选择第一个 一开始呢可以先做一些环境调整 一般来说我都希望这个字形稍微大一点点 所以呢我们按选项这里有个字体大小 你可以把它调整这个28 那接下来呢这个 这个-4里面呢我个指令列我通常会把它叫出来 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在指令列输入 比如说O等于这个00 这个点就出现 我们把它稍微拉进来放大一点点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画一个这个斜坡 那这个斜坡的长度呢我们希望可以动态调整 我们就利用L等于2 先让它的长度一开始2 好那接着呢改变这个范围 例如说从0到3 每次增加0.1 好那接下来我需要一个角度 那角度的使用呢 这边要用点这个再点这个度 好那我现在要假设这个A这个角度 等于这个30度 好这样子A就出现 好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按出来 这边就可以去调整这个A 这个O 这个斜坡就出现了 接着啊我们调整这个角度 就可以看到这个斜坡在转动 你们能够 好那儿